明明兄 前科长 你看 恭喜李高升平步青云 升官发财 兄弟真是有心哪 要不说我看见你就高兴了 你再看刘元春那张嘴里 我都 你甭管他呀 他不就是 仗着有几分那个小能力 不把咱们处理的人放在眼里 这种人是吃不开的 不信你就往下看 再说了 你跟毛局长的这层关系 是吧 你再借给刘元春 他两个胆子 他也不敢奈何你 我跟毛局长有什么关系 别听他们胡说 你太不够意思了 这还瞒着我 我知道 我以后 郝兄弟这儿 照应点 郝兄弟 你放心 以后啊 咱们肯定是 有难同当 有福同享 越是聪明的人 越容易怀疑别人 只要找到他最感兴趣的事情 薛子齐制定的中规计划 受以刘元春的特别行动小组来执行 他们查到了老俊梅 当时情况非常紧急 而我又已经被监视 来不及向组织上请示 所以只好以毒攻毒 让老俊梅彻底暴露在特警处的面前 这样一来 薛子齐反倒拿捏不准 老俊梅是不是我们组织的局点 但是 老俊梅毕竟已经暴露 我们的同志 还是应该尽快地调立到新的工作岗位 这一点我也想到了 从全局出发 当然应该尽快把他们调走 但是 现在只能一步一步地来 如果一下子全都撤走 反而印证了 那里就是我们的据点 他们为了减少自己的损失 会加紧对我们的组织围剿 那样 我们的损失会更大 但是 老俊梅毕竟处在危险状态中 如果来接头的同志不知道 那么 只要出现在查核 他们就有可能被监视 被调查甚至被逮捕 这样 也会造成很大的损失 这一点你放心 我们一定会让老俊梅这个据点 成为一步死期 那就好 黄中凯知道你的身份吗 经过那天的事情 我想 他应该能够采得出来 你的身份 应当是绝对秘密的 如果是那样的话 那就不好办了 这个内奸 就像一个定时大弹 说不定那天就会爆炸 而且你是工作在敌人的心脏 那就更危险了 我知道 组织对盐会进行调查了 目前为止还没发现什么问题 真的 但是为了确保万文医师 希望组织上 对他进行继续调查 嗯 薛子锡的中国计划 内容已经搞清楚了 他的目标就是断肠草统治 请马上转告他 让他注意安全 薛子锡的野心是不小啊 他是想一局打垮我们在太阳山地区的地下组织啊 薛子锡好像很有把握 抓不到我和断肠草统治 但是 他对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却又只字不提 你要想办法 破坏薛子锡的中规计划 不然 我们损失就大了 我知道 黄展规 您来了 请坐 不坐了 我们老板要我来买点茶叶 好 我这就给您撑点 不还有事 改天来拿吧 嗯 也好 您慢走 好的 这次行动已经完成了 准备了 不忍耐 你太壮了 满崎 壓大了 缺手 大了 但你现在没有问题 我们想像经营党不何事 这一企业 restri 计划家公司的调组织 特上部的那个企画 您能划测一下 这一切 这一切 我把小小 end的政策 稍需要 就要注意到最重要的 前面民和关系 共产党的情细拥有疑惑 你现在要查一下 安心吧 在这展示上的 他们必须找到我的问题 绝对我们的问题 中国是第一步既然完成了 然后再继续地 再次的展开等待着 明示下来 除了 共产党的共产党的目光 共产党的困难已经有多远党的困难 使用什么时间 使用我们的争论 他们的争论是激烈的 我们的争论是有利的 这种争论和矛盾的争论 以为第二个艰难事件发生 双方的影响 我们将在此时 成为利益的影响 大尉是英明的 你将老船明的共产党員捕捉 和田中科长的影响 你会心疼的事情 是 等很久了吗 等你等多久我都愿意 来 我帮你喝点 谢谢 最近处理事情特别多 一直没有时间来看你 对了 我被提拔为特别科的科长了 真的吗 祝贺你 这有什么好祝贺的 你还不知道我吗 这事别跟兰兰说 要不然 他又得找我算账 我知道 来 买点吃 是 剑阳是朱熹故里 他是儒家及大成者 他还会写诗词 你喜欢他的诗词吗 我当然喜欢了 但是今天太晚了 改天咱们再一起讨论 我得回去了 你早点休息 对 对了 最近 我有事要外出几天 就不能去学校接你了 又要执行任务 人在江湖 身不由己 我不在 你要招募好自己 放心吧 我会的 我走了 评众 你 readings 快点 你 在 好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科长 这么着急找我来干什么 老军没一早就没开门 一直到现在 喂 处长 老军没从今天早上开始就没有开门 也没有任何的动静 不怀疑 很可能是出事了 我决定马上动手 好 出发 是 是 没有 科长 人去楼口 科长 没有 这边也没有 这边也没有 那人呢 他有价值的线索就在 是 怎么会这样 刚刚进行松散式的监视 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 我也觉得这个事情 非常奇怪 有什么线索 根据搜索的结果 老军没的人 应该是在熟睡的时候发生的意外 准确地说 是在昨天晚上 根据我们调查的结果 在现场 没有任何打斗的痕迹 就像是消无声息的车 你是说 他们已经追到了我们行动的情况 所以提前做了行动 理论上说 应该是这样的 如果说钱卫明真的是共同 那么这个时间他出现在老军没 那就是他故意制造的一个烟雾弹 来迷惑我们 同时呢也是提醒他的同伴 迅速地扯 这是一个 非常完美的一件双雕之计 不可能 对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疑点 假如钱卫明是共罪 他通知了同伙 按照谍报组织的情况 那老军没将会是一条死线 至少是一步死期 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 如果他们如此迅速地撤离 反而是此地无影三百两 可以证明 老军没影 就是共飞的据点 还有更重要的意义 如果他们是主动地撤离 那只能证明这个钱卫明呢 就是他们的动伙 也就是隐藏在我们特勤处的一个内奸 没错 身为一个来街头的人 又进了特勤处 这件事情是何等的重要 我根据多年来 和共匪斗争的经验分析 他们绝对不可能是 捡了芝麻而丢了西瓜 也不会因为这个老军媒 而牺牲一个这么重要的人 真不可能 如果这样分析下来 那钱卫明 都真的不是共罪 从理论上来说 是这样的 为什么 我带着这些疑问呢 仔细地看查了现场 处长你看这些照片 这些照片上显示 有很多混乱的痕迹 我推断 是黄仲凯等人 在熟睡当中被人惊醒的 他还没有来得及反抗 就已经被制议 那么经过我调查 这个老军媒晚上过夜的人 有三个 一个黄仲凯还有两个伙计 如果来的人有准备 在短时间内制服这三个人 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那么经过我调查 我认为 这是一起精心策划的绑架 那么绑架的真凶就是共匪 共匪之所以伪装这样的现场 就是想把我们引入歧途 他让我们觉得 不可能自己会绑架自己 让我们误认为 是有别人所为 从而呢 为钱卫明开脱共党的协议 钱卫明是共匪的可能性有多 是与不适应该各阵一弯 不过有第三方 太阳山地区鱼龙混杂 博明港 共匪 同匪 帮委政府 还有虎视眈眈的日寇 岛居民在建阳城 也算是一方诸侯 谁敢说 能有人觊觎他的财图 处长 有这种可能性之事 我知道你一直怀疑 钱卫明是共产 可接连发生的事情 渐渐地证明我们的推断 是错误的 我不希望特勤处 人心浮动 同时间互相猜济 当然了 该查的 得查 对钱卫明 我想 改变一个侧重点 明白 你想通过中回行动 我喜欢聪明的人 对于 老军梅的黄仲凯等人 突然失踪这件事 大家 有什么看法 畅所欲言 只是 谈谈自己的看法 杜伯长 你先说 我 我啊 好 我认为 这是共匪的主动撤离 我们应该马上通缉 处长 还记得我们曾经截获的 共匪密店吗 可是最近以来呢 这部电台再也没有出现过 跟我们玩起了 捉迷藏的游戏 我想这两者之间 会不会有什么内在的联系 应该会有 但是 这个 暂且不是我们讨论的范围 你们俩呢 我同意杜伯长的意见 我认为 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绑架案 这些照片上 有不易被人察觉的搏斗痕迹 李伙长 不知道您是否同意我的观点 这 前科长 真不愧是我们党国 培养出来的精英 刘伟长 你是这件事的负责人 最有发言权 你说说看吧 这前科长和我的看法 完全相同 认为这是一起 精心策划的绑架案 至于这个绑架者呢 不管绑架者是谁 绝地三尺也要把它找出来 要不然 如果让毛徐长知道了这件事情 恐怕到时候 我们都会吃不了都来做 都看着我们爱人 你们应该看的是 他 那看着我干什么的 你说看你干什么的 你不一直认定老君梅是共匪的据点吗 没错 你不是一直坚持老君梅吗 没错 那为什么人偏偏在你眼皮子底下溜走呢 解释 你说话 够我心口自谎的啊 我会证明给你的 证明 对 行了 会就开到这儿 散会 刘元成 一定是隐藏在特勤处的内奸 魏敏 我知道这件事对你影响很大 但我告诉你 刘元成绝对不是内奸 他不是内奸 那为什么老君梅的人会突然失踪呢 马处长前教组 老君梅后脚就发生这样的事情 这是为什么 这说明刘元成就是共匪 他坚守自盗 把老君梅的财物交给共匪做军费 难道这还不足以证明 他就非内奸吗 好了好了好了 咱不谈这些了 换个话题 你那边的事怎么样了 什么事怎么样了 还能什么事 你别给我装傻 你跟那两个女人的事 我跟你说 你可给我尽快解决 不能脚踩两只穿 我跟陈琴就是当年的父母之命 根本没什么感情 所以我也想明白了 与其在一起痛苦 不如早一点分开 那 照你这么说 你是决定 要跟那个 袁小姐在一起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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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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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说 刘元成进出场办公室啊 估计要在背后打你黑枪 刘元成 你要小心点 知道了 好兄弟 谢谢你 是好兄弟吗 刘元成 他 他本来就怀疑你是共匪 你看你今天在会上 当着大伙的面 让他下不了台 那他 他能不怀恨在心吗 他不还得趁着这个机会 在处长面前告你黑壮 当然了 你跟处长的这个关系 那加上毛局长 毛局长的背景 他是 他是不敢拿你怎么着的 勾兄弟 你说这个死猴子 他越来越没王法了 丁烧 丁烧他敢盯到毛局长的生意上来了 好兄弟 好兄弟 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啊 咱俩是好兄弟 您一句话 我跟刘元成这么一闹 估计是解下愁了 没办法 谁叫咱们人在江湖呢 麻烦你平时帮我盯着点 看看刘元成都在做些什么 老婆 没问题啊 好兄弟 好兄弟 别让处长知道了 你放心吧 我跟丁秋生早就看不惯他 你看他每天 他每天装得像个人物似的 觉得谁都不如他 我告诉你啊 千万别让我抓着他把柄 我就让他尝尝我的厉害 共匪坚守自盗地 精心策划了这场绑架 那钱维鸣呢 又口口声声地要求彻查到底 这不是贼喊抓贼吗 不可能 你自己也说过 共匪知道我们的侦查技术手段 所以 故意在现场留下了细续的 线索希望能够将我们引入歧途 刚才开会 大家都认定是共匪主动撤离 可是钱维鸣和你是一样的推断 他认为这是一桩精心策划的绑架案 而且坚持要求继续查下去 俗话说 不做归心事不怕鬼叫门 由此可见 钱维鸣定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 您的意思 是他不是共匪 我不是这个意思 现在的事情 越来越扑术迷离 令人真假难辨 这个钱维鸣 越来越说不清楚了 处长 现在老军梅的一切已经失去了价值 我们可以调查曾经和他联系过的人 那么在这些人当中有共匪出现 那么我们就毫不犹豫地去抓他 可以顺藤摸瓜地找到更多的线索 然后呢就让钱维鸣去抓捕 他要是抓回来了 他就不是共匪 如果抓不回来 反之 他就是那个内奸 好 按你说的吧 是 你确定 不是敌人抓捕了黄岐等同志 我已经让莲子通知老军梅的同志 切断一切对外联系 潜伏下来 直到等敌人 完全得不到证据 撤离监视为止 这么说 黄仲凯等同志的消失 确实不是组装的决定 太阳山区鱼龙混杂 国民党 洞匪 土匪 汪尾政府 还有虎视眈眈的日寇 我们的同志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既不是被敌人所抓捕 又不是我们组织的安排 那就一定是国共双方之外的第三方所人 在太阳山地区 除了国民党的势力 和我们的组织力量以外 还会有谁的势力呢 汪尾政府和日寇渗透力量 另存身为汪尾政府的维持会会长 速来调停日寇和黎明百姓的矛盾 绑架黄仲凯可能性不大 所以只有一种可能性 那就是日寇渗透进来的力量 绑架了我们的同志 可他们为什么这样呢 日寇到这儿来干什么 福建共匪的上尾就在太阳山 他可是日后心腹大患 恨不得出之而后快 如今日本人侵占了大片的东北华北地区 可是蒋介石却依然叫嚣攘外避嫌安内 这让日本人清楚地认识到 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的抗日中间力量 所以他们把共产党视作心腹大患 恨不得除之而后快 如今太阳山地区国共双方谍报组织 明争暗斗争得你死我活 而日寇却乘机坐享其成 太阳山的风雨是愈演愈烈了 我会尽快把这个情况 汇报给段长岛同志 国民党的特状署に罢了吗 下条报告 深夜で隠して行动したので 共产党全然反応なく我らに捕まられた 老俊梅と関係ある共产党も捕まった 所思的 独特状署に捕まったように見えます よし よし 大日本帝国の無双経過のために よくやった 大日本帝国に対応して感謝する 豊高 何も言わないです 何も言わないです 尤其使用于軍人的名称 大日本帝国的王军很快就近乎九個集囊 建立大宗大公共圈 大日本帝国の副属国 作夢 大日本帝国的副属国 作夢 作夢 借りまじゃない プレイアノクシを行く kov 文 アイガーツ アイガーツ キノクシャリア ボルナイガー 人 全然 ウエアイガーツ 原意 アイガーツ アイガーツ アイガー アイガーツ 让你们既然让鱼旁伤着 让我们大日本帝国 这座山观虎道 谁啊 你怎么来了 这个 有人 什么意思啊你 小人在啊 有谁在啊 没有 你在啊 我不在 站在你面前的人是谁啊 鬼鬼祟祟的 看什么看 啊 我知道了 一定是特勤处 让你来搞情报的吧 不 不 那个 就你一个人啊 你烦不烦就我一个人 什么事 没 没什么事 就是 请你吃个饭 吃饭 吃什么饭呢 吃 饿了就 就得吃饭 你说让我去吃饭 我就吃饭 你说我什么人呢 不 不是 对吧 那 行 再忙吧 回来 你一个人怎么这么没有绅士风度 我又没有不答应你去吃饭 我还行慌 请 我要换件衣服 行 你那个 吃饱了 在吃哪儿啊 不吃了 不过说句心里话 我好久没有吃这么丰盛的菜了 这跟我们学校食堂伙食相比 真的是天壤之别啊 谢谢你 这个 这里的饭菜还合你的胃口 嗯 合合 那如果你愿意的话 以后我们有时间 可以出来改善一下 干什么呀 干什么呀 别想动我的坏主意 没戏 你知道吗 原本我是想 不跟你出来吃这顿饭的 哦 对了 你为什么要请我吃这顿饭呢 看在你救我的份上 说吧 有什么事 我能帮的一定帮 嗯 这没什么让你帮忙的 我是我请你吃这餐饭 我是想还你一样东西 还我东西呢 对 什么东西啊 你给你看看就知道了 回来 什么东西啊 我这 这一紧张 不是 不是紧张吃 一出门 烧集 到家里来 是忘了带了吗 就是那什么 蓝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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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那天我救你们 我 不是一着急 拿那个去 谁 就是你 兄弟 你 干什么呀 啊 就那个东西 所以才请我吃的饭呢 啊 不是 也不是 就是为了 还那个再进车 还有 还有就是 就是 就是我要喝点水 我要喝点水 我喝点水 没事吧 没事 没事 喝点水 喝点水 你 饿得挺吗 你说我教学吧 还是按部就班 没什么特别的 可是我现在还是担心 国民党完军 他们拿暴力施压学生 打击他们抗日的积极性 作为我这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也作为他们的班主任 我特别担心 他们会白白地牺牲 要他们自己年轻的生命 而且我更不愿意 打击他们的爱国热情 所以我现在每一天都很焦虑 知道你 工作很辛苦 但是 一定要坚持 你要告诉我 他们不要上街闹事 这一旦发生冲突 对他们很危险 我 薛子齐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说我们现在 处在一个怎样的年代 政府官员 昏庸无能 不但不履行联合抗日的声明 反倒消极抗日 积极反共 要再这么下去的话 就像鲁迅先生说的 国将不国了 你说话你对我注意 这这这场合呢 随便乱说话吗 怎么了 我说错了吗 不是你 隔墙一会儿 你得再说了 我是特情处的抽象 你在我面前说话 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 如果你有爱国心的话 我劝你 早一点离开特情处 江南小姐 我觉得你说的有点别对 这特情处 它和爱国 它是不矛盾的 关键是 每一个人 把自己放在 什么样的位置上 一个人 有什么样的信用 他也就有 什么样的立场 你这叫做为虎作仓 知道吗 你是在替自己辩解吗 我跟你说过多次了 我是个军人 军人 只要以服从命令 为天职 除非 有一天我不是军人 不然的话 我永远不能 背背于上级的命令 如果说上级的命令 是错的 你也听吗 那要是这样的话 军让陈死 陈不得不死 有什么区别 有了 你根本就没有 自己的原则 你知道你这叫做什么吗 于衷 说完了吗 完了 你有什么 你就一起说什么 什么为虎作仓 什么于衷 你把我当什么了 一个人喜欢一个人 一个人倒爱一个人 那就应该忍受 对他的侮辱吗 你就应 你等等 你刚才说什么 你 你爱我 我 我没 我没 我没说我爱你啊 但是我 我也没说 我不爱你啊 我 你爱我 你爱我 我爱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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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你是想让我这么大声地和你说话吗 这才是个爷们 我想过了 我可以答应你 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个要求 怎么着 你放心 让你做的事情 绝对不会让你丢失男人的尊严的 瞧你 只要你去打鬼子 我就嫁给你 怎么样 决定权在你的手里 别说我没有给你机会啊 好 自从咱们特别行动小组建立以来 处里面一直对我们非常的照顾和重视 而且里里外外的人 看我们不顺眼的大有人在 这一次 围剿中共据点的行动失败 那些看我们的人 都在暗地里庆贺呢 这是咱们的耻辱 作为你们的长官 我更加地耻辱 所以我们重新调查和分析据点的资料 找到新的线索 医学耻辱 是 解散吧 行 你监控徐凤鸣的情况怎么样 那个徐凤鸣嘛 他就是个卖眼卷的 他的背景也没什么复杂的 就是土生土壤的本地人 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太阳山地区 高明的一个间谍一定会有一个 天衣无缝的历史 没有出过太阳山 他怎么会有那么高的素质 对了 有点还挺奇怪的 每次出门他都倒垃圾 并且把那个垃圾啊 都扔到不同的地方 然后我就检查那些垃圾 我发现那些垃圾里边 每次都有指挥 那这说明了什么 这说明了 他有一些不想让别人知道的秘密 对吧 是啊 然后你说那些指挥 也没法判断 到底是什么纸烧的 但是我不死心 然后他每一次倒垃圾啊 然后我都检查 他倒一次我检查一次 倒一次我检查一次 最后啊 我终于还是发现了点线索 你看 来 这不是抛中药的指挥 科长你好厉害 一闻就闻出来了 来 你再看这个 你看是不是一样啊 对了 科长 还有一点 那徐凤铭挺奇怪的 每次出门他都换衣服 换不同的装束 这是为什么呢 他是不是想也是自己的身份啊 我们去查一下徐凤铭的家 是 是 香烟 香烟 老豆盆香烟嘞 香烟 老豆盆香烟 香烟 香烟 老豆盆香烟嘞 生毛 有心也有话 月儿花来 花儿就会开 花儿开来 风儿就会来 伤恶终是宝啊 道路有欢窄 只有心中有光明 脚下末徘徊 来去都是人难 相非无期待 从来融化 流苍红 终魂 土里埋 终魂 土里埋 山沃终是宝华 道路有欢窄 只要心中有光明 脚下末徘徊 来去都是人难 相互期待 从来融化 流苍红 终魂 土里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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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终魂 私论 身体